在高职任教的田静男师被妻子怀疑与同校张姓女师有染 去年田妻竞设前以A3大小白纸印上张女照片 家住别人家的老公特别好玩 是吗? 等字眼 家在张女汽车后剥离张女份提告诽谤 雄愿意审判田妻拘役40日高雄高分院驳回上诉 但考量民事判赔15000元确定 宣告刑事缓刑 让田妻灭关 判决指出 在大学当老师的田妻 2017年3月间下午到高职校园内停车阁 将A3纸夹在张女汽车的厚玻璃域刷上 卸上别人家的老公特别好玩 是吗? 为人师表 利用午休或空堂时间 在美术教室偷情 做爱 你好意思吗? 让刑警的人都能看见 仅设于私得与公共利益无关 足以挥损张女的名誉 天妻审礼时 坦诚有夹 A3纸 但覆盖没有散播的意图 天妻的委任律师也说 放置时间为下午1点半到2点间 为全校上课时段 没人会经过看到 加上纸张内容是事实 通奸犯刑法 若张女上班时间在学校通奸 也违反教师法 可能遭解雇 与公共利益有关 何亦亭指出 A3纸 并没装入信封 或对折夹放 直接摊平 放在汽车后 玻璃与刷上 一眼望去 就能看见纸上张女照片及文字 停车阁又在校园道路边 旁有大楼 人会有人路过 天妻也提出 丈夫与张女的通信内容 保险套 项链礼物来证明有婚外情 何亦亭认为通奸因属私得范畴 无关教师的专业及伦理 难以无限上纲 必然影响学子身经或社会交化 况且田 张女被控通奸 根本未经任何机关查证属实 纯属天妻的意测 何亦亭认为 刑事一审量刑梅不妥 虽田妻梅和张女和解 不过明示二审判田妻需 赔一万五千元确定 张女所受损害已获得填补 相信田妻子警惕不会再犯 宣告缓刑两年 全案不得再上诉 天性男师的妻子怀疑 丈夫与同校张姓女师有染 竞设进入校园 降印有张女照片 并加注回损名誉字眼的A3指 加在张女的车后玻璃与刷上 脱报器资料照 分享天性男师的妻子 进入校园作案的身影 脱报器资料照 分享